我们穿上军装那一刻 有了同一种褐色 总有一些记忆 温暖我们的目光 总有一种力量 激励我们前行 踏冰卧雪 心游无限温暖 穿越硝烟 守望万家团圆 风雪冰冠 大漠戈壁 万里海江 新春走军营 记者在站位 军事纪时春节特别节目 军营是我温暖的家 全情奉献 敬请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对这时光是我们的时光 它落落过了奔混着我们的向往 让你何时会再重来我们的歌声 那些欢笑已过去 那些往显会拥挤 能听出来里面谈的是什么吗 我们的时光非常好听 春节期间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连长陈瑞 正在抓紧练习吉他 他打算在连队今年的新年晚会上 献歌一曲 送给刚来到连队 第一次在这里过年的新兵们 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西北部的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 地处中蒙边界 因为地理位置偏远 人际罕至 这里的哨所有一个诗意的名字 天涯哨所 曲名为天涯呢 有两层意思 我们放眼望去周边 其实可以看出来它有一种像月球表面的地貌 老一代官兵 以前用过一首打油诗来形容我们这的环境 叫做天上无飞鸟 地上不长草 四季一个色 沙尸满天跑 就是形容这块的恶劣的气候 那么另外一层意思呢 其实就是想给我们后面的 像我们这一茬官兵来到之后呢 对天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憧憬和向往 听起来充满诗意和浪漫气息的天涯哨所 在沙尘暴天气到来之时 却是另一番景象 哇 这听着沙的沙的声音 我们这个哨所驻地呢 长期的这个风沙所制 驻地的石头呢 它有一个特点 您看到它像这个千层米一样 重重叠叠的 也比较像刀片很锋利 它之所以成这样 就是因为我们一年到头 有270天左右都属于分期 那么吹起来的沙子 打在这个石头的表面 形成这种独有的特点 常年大风漫天风沙 无处可躲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 天涯哨所的官兵们 有一个特殊的传统 乘驼巡逻 极端环境下 骆驼能更好地抵御风沙 忍机耐克 是边防官兵们巡逻的好帮手 从2016年来到这里 连长陈锐 早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恶劣环境 和杳无人烟的估计 而对于刚分道连队 还不到一个月的新兵们来说 他们要面对的挑战 才刚刚开始 这些新兵们来自五湖四海 今年是他们在连队 过的第一个春节 十八九岁的他们离开父母 远离家乡 来到遥远的天涯哨所 他们不仅需要尽快适应 这里恶劣的自然环境 更需要克服内心的落差 带来的失落感 而这种失落感 在逢年过节时 就更加浓烈 从小到大 每次过年都是在家里过的 然后今年第一次离家 然后在部队过一个这样的年 想家也想家 想父母啊 以前过年的时候 都在父母身边 这是我算我人生中 第一次出最远的远门 在外面过年 在部队过年 每逢假节背思亲 新兵们的情况 连长陈瑞都看在眼里 为了让新兵们 尽快地融入连队 开心快乐地 过好这个新年 连长陈瑞花了不少心思 这是我们的菜窖 我们过年期间 也会准备一些 腌制的菜品是吗 对 从这段时间 新萌制来了之后 对于我们这个辣白菜 蜂蜂萝萝卜 还有这个糖醋获笋 都是非常感兴趣的 烹制家乡美食 腌制爽口小菜 还有趣味比赛 喂养兔子 这些都是连队 特意给新兵们 准备的新年大礼包 你们看到这个小兔子 有没有感觉到 就像年轻的你们一样 有 很可爱 还有小兔子呢 前两天过来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 又吓了七八只小兔子 就跟拳头这么大一点点 联队 联队 联队准备的新年大礼包 果然有效 新兵们轮番上阵 一个个都兴致勃勃 然而队伍中的新兵李冲 似乎对眼前的这些活动 并不感兴趣 李冲你玩了吗 没有 你怎么不玩 感觉心里边还有点小别扭 第一次了嘛 在外面过年 也有点期待 也有点 就是说想家 想回到家里 跟父母在一起过年 估计爸妈也会很想我 情绪低落的李冲 引起了连长陈瑞的注意 为了让李冲 更快地融入连队 这个大家庭 陈瑞设计了 不少有趣的项目 今天晚上哪个派赢了 加一条鱼啊 准备 新年天兵第一场 好 好 二排上交换场地 我们老兵和班长骨干们 给他们准备一些节目 他们都能感觉到就是 除了亲情 除了父母之外 可能还有一份战友情 兄弟爱在这里面 他们可能这方面 以前感受得比较浅 那么来到部队之后 和我们这些 像大哥哥一样的 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我们所传递给他们的 也是另外一份温暖和感情 第三场决胜决 我先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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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陈瑞和老兵们的努力 慢慢有了效果 新兵们的情绪 高涨了很多 而连长和指导员 给他们准备的新年大礼包 还不止这些 叔叔你好 我是那个刘威士的连队的指导员 阿姨你好 刚才给那个海日汉的这个父亲 联系了一下 对对对对 喂 你好 请问是那个李冲的父亲吗 李冲是离开家在连队过的第一个年 通过我们跟李冲聊天 发现李冲比较想家 连长陈瑞和指导员刘洋决定 收集新兵的家人们录制的视频 等到新年晚会上播放 给新兵们来一个惊喜 而距离连队的新年晚会越来越近 连长陈瑞还要抓紧时间练习吉他 我们穿上军装那一颗 有了同一种福斯 有了同一种福斯 你这两天好着没 做得让 做个动啊动啊动 好动 原来陈瑞还有两个月就要当爸爸了 虽然春节期间不能陪在妻子身边 但妻子却给了他充分的理解 好不容易和妻子 通一个视频 陈瑞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 讨论新兵如何过新年上 妻子明白 作为边防连的大家长 自己的老公要花心思 照顾好这个家庭的新成员 虽然是春节期间 但作为边防连队 知情巡逻工作仍要正常进行 为了让新兵尽快融入连队 适应边防工作 这一天的例行巡逻中 连长陈瑞特意安排新兵 李冲加入到了巡逻队伍中 而这也是李冲军旅生涯中 第一次走上边境巡逻路 按照计划的话 我们会对这个610号戒标 进行乘托的这个踏查 我们的两个民兵 塔姆斯的民兵 然后也是来到连队 然后按照计划 我们进行连防和连控 作为边防连的新成员 巡逻之前 李冲需要先学会跟连队里 特殊的战友相处 我们上坨之前要让它先趴下 这样子我们才能上去 就是一个可能叫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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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从这中间穿上去 上去之后抓着这个驼风 好 不要踢到它那个驼风 慢点 好 一次一上 立马上 抓住 好 脚蹬的蹬上 好 抓住 没事 好 抓住 好 底层整个人都陷在里面了 对 抓住 刚好 这上面 它那两颗颇峡子 感觉很暖和 好 我们出发了 天涯哨所所在的巴丹吉林沙漠 是内蒙古第一大沙漠 而连队漫长的巡逻线 就处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 官兵们日常巡逻的方式 除了乘车和徒步外 乘骆驼也是重要的一种 在突发情况当中 它能够延续七八天 不需要饮水和进食 都能够完成我们之勤和巡逻的任务 其实我觉得 就是我们将来未来的战场 不管是科技如何进步 我们现在的装备如何先进 那么一旦遇到突发情况 装备瘫痪或者车辆无法使用 那么骆驼它的作用就凸显起来了 因为沙漠腹地不便行走 官兵们因地质疑 乘驼巡逻作为连队的传统巡逻方式 一直延续至今 这个骆驼平均的话 差不多两米二左右 从老百姓理解 驼蜂里面存的是水 实际不是这样子的 驼蜂实际里面大部分都是能量和脂肪 那么现在我这个驼它是比较利的 实际上就证明它这个骆驼是比较健壮的 那么后面这个班长提着骆驼 驼蜂稍微有点塌了 一方面这个驼比较老 另外一方面就证明这个驼它比较瘦弱 官兵们乘驼巡逻的方式 之所以传承至今 跟骆驼适应环境的独特优势 是分不开的 骆驼有着扁平厚实的脚掌 阻挡风沙入耳的耳朴 以及阻挡风沙入眼的双重眼睫 和浓密的长睫毛 还有着强大的忍机耐壳体质 这些独特的生理特征 使得骆驼能长时间 在沙地上行走自如 你看这个骆驼的脚掌特别大 跟我的手比起来 比我的手大四倍 将近三四倍的样子 所以骆驼在沙漠中行进 全靠这个脚掌支撑着 虽然在沙漠中巡逻 既干渴又疲惫 但首次巡逻的李冲 却很兴奋 跟着连长骑着骆驼 行进在茫茫沙漠中 他很快就掌握了骑骆驼的技巧 中华是比较聪明的 学习能力很大 各组注意 马上我们到达610号界标 第三组注意观察和警戒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跋涉 巡逻队伍终于来到了 中盟610号界标 在新的一年里 代表新兵给神圣的戒标描红 李冲描下的每一笔 都格外仔细而庄重 对于这个不到20岁的新兵来说 虽然在部队过的第一个新年 远离家乡 但他却体会到了 守卫祖国这个大家庭的责任和意义 借杯在我面前 人民在我身后 责任在我肩上 主博在我心中 敬 一年一度的新年晚会 在大家的盼望中如期而至 联队驻地的政府单位代表 当地民兵们也受邀来到联队 共度佳节 这样的场景也让新兵们 切实体会到了 什么叫做边防大家庭 新年快乐 好兄弟们 让我们关齐 鼓年大会餐正式开始 干 干 新年快乐 好兄弟们 虽然远离家乡 但此时这些十八九岁的新兵们 却感受到了边防大家庭的温暖 而经过一周的准备 连长和指导员为新兵们准备的惊喜 也要登场了 大家吃得好不好 好 玩得开不开心 开心 大家都知道 今年是咱们新兵同志第一次在孤队过年 那么连队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神秘的大餐 下面请看 咱们 儿子 爸爸妈妈从叙利哥罗草原的最深处 向你和战友们送去新年祝福 希望你在部队里的第一个春节 和战友们一起过得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 三星人不 春节好战友们 三星人不 谢谢 妹妹 最为在新年祝福 然后在部队上 好好地复杂 哥哥 全杯的哥哥 谢谢妈咯 请你 虽然慢慢适应了边防大家庭的生活 但当最熟悉而牵挂的家人们 出现在屏幕上时 新兵们还是没能控制住眼泪 妈妈天天想你 妈妈刚刚涂到你给她买的口红 她说挨的给我买的 我还没有舍得用 我作为一名老兵 希望你能在部队好好干 我也相信你 能在部队赶住一番事业 我相信我的日子是最棒的 此时此刻 谁不想念父母 谁又不想合家团圆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 但对于军人来说 春节更意味着责任和坚守 在万家团圆的节日里 这些年轻的边防战士 依然选择离开家乡 远赴边疆 为的就是守护祖国大家庭的 万家灯火 也许某天 我们可奔东西 但是我们 不会忘记 也许某天 我们开始怀念 从此以后 再难相见 我们 穿上军装那一刻 有了同一种肤色 再哭再累的时候 有你陪我就足够 占有你不要再伤离别 那些难忘的岁月 坚定着坚到终点 这很轻易放心见 这里离家很远 这里风沙很大 但是有使命在 有战友在 边防就是最温暖的家 天涯受阻 全力宽敬 向全国人民拜天 2020 拜祢拜祢 我的新年月望是 祝我的家人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我的新年月望是 在新年年里 自己的体重 能够瘦下来 通过自己的努力 参加一次军事比武 夺得名次 尽快融入 连累这个大家庭 争作一名 合格边防军人 希望我即将出生的 小和鹤 能够健康 顺利地生产 不要给妈妈 制造太多的麻烦 第二个愿望是 希望像我们一样 驻守在祖国 数万边海防 一线官兵的父母 健康承受 好 谢谢大家